随着国际的主要机构下修中国大陆经济成长预测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口号 试图通过拉动经济增长来缓解逐渐加深的社会危机 不过有香港的媒体分析 现在大陆的经济面临了五大风险 行事越来越严峻 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其实已经发生硬着陆 早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和美国总统欧巴马会面时曾经表态 中国经济风险总体上仍然可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曾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试图通过改革来拉动经济增长 香港经济日报分析 中国大陆经济风险重重 中共中央是否还有机会和时间 通过经济增速来缓解社会压力 换取经济升级 这本身还是个问号 报导指出当前大陆经济归纳起来至少面临五大风险 包括就业压力 地方债务 影子银行 楼市泡沫和利益集团 其中地方债务和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已亮起红灯 早前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一起下调中国评级 对中国式影子银行和地方债风险发出警告 6月18号 评级机构惠育国际表示 中国正面临至少七年来最严重的钱荒 影子银行已出问题 银行危机可能提前爆发 上个月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曾指出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占到GDP的50% 国债发行不出去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源 分析深层原因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 全中国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 房价高烧不退 楼市泡沫加大 同时大批企业经营困难 就业压力明显加剧 今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据说严峻的就业形势 已迫使习礼亲自过问 6月17号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对外表示 今年的征兵时间由冬季调整到夏秋季 以大学生入伍优先 并享有各种优惠政策 分析指出 当局是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但这一举措并不被看好 即使你去征兵 有多少大学毕业生 他愿意去从事军人这个行业 这个报道应该说 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目前 这样一个就业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港媒则报导说 有接近决策层的官方智囊指出 近期的相关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可能二次探底 中共中央也意识到经济形势严峻 何君乔强调 中国的经济命脉 掌握在利益集团手里 这个集团自然不愿放弃自身利益 进行经济变革 何君乔指出 中国的经济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政治问题 这绝不是靠技术和技术官僚可以解决的 目前当局的举措都是治标不治本 一旦恶化将一发不可收拾 新唐记者一如采访报导